科學沒有想像中 其實可以很多元化很有趣 做實驗運動 你未做就不會知道結果 一個未預計過的結果會出現 你當然會很開心 做完這個研究 或者這個實驗之後都會發現 其實我是可能對研究這方面 可能有多點興趣 可能大學選擇的時候清晰一點 我就是中二的時候參加 就要做一個全年的project 就是PPL 那時候我就跟我的組員 選了science做project的題目 那時候我們就一起想project 做實驗和寫report的 那在這個過程我發現 其實科學沒有想像中那麼悶 其實可以很多元化很有趣 那到了form 3的時候 我們就想一下 可不可以再做一個全新的project 然後就跟老師一起想 有沒有新的東西可以研究 可以一起做 這個project其實是因為我們發現到 我們日常生活 然後看到很多水果 可能吃不及的話 它就會爛 所以就令到我們產生這個概念 去看看這個方向去研究 然後我們最後就想 不如做一個仿新的果皮在上面 讓可以保護這個水果 最大的困難是很氣餒 其實課業也不可以說是很輕 也有壓力在那 但是實驗又好像不是很成功 然後就會覺得 其實是否放棄是否好一點呢 那你開始的一件事就不可以這麼快 它說停就停了 那我們就可能問一下老師的意見 那我們不停在篩選的過程 在實驗當中又發現 又有些微目了 然後又有些特別的事情發生了 那我們就 好吧 繼續研究下去吧 研究的工作就是我們要設計實驗 是由沒有到有 就令到我們更加體會到一個科學研究的過程 就令到我將來都會想 就是有機會的都會接觸多些 大學選科都可能有關科學研究這些這樣的科目 我應該大概都會選擇科研相關 因為在做project的時候 我就發覺其實可以學到很多書本以外 或者DLC反銷以外的東西 其實初中每個中一同學都會參與科學幻想畫 我記得江凱翹同學 其實他在那時的幅畫已經很突出 那幅畫我會看到他對未來 對未來世界的構成 在這裡看到他同學的創意 另外其實中二同學 我們本校每個同學都要做一個 我們叫做project-based learning 我們簡稱的PDL 你可以想成其實就是一個為期六個月 一個project來的 他們要從中分析群 去選擇一個題目去轉換研究 這個時候其實都會有老師去帶著他 很多同學在這裡 其實漸漸就會喜歡做project 也會看到同學有相當多的才能 正正因為這個那麼實在的基礎 使同學會在高中繼續進行自己的project研究 最後同學就在這裡獲得一個不錯的成績 學校都偏向盡量體驗式的學法 我們也不想同學只是坐在課室 聽老師一個最傳統的一個寫黑板的教學 所以我們也想給多些不同的活動 可以讓同學去中間找到一些興趣感 所以我們做的就是好像過種 我們嘗試中不同的 總之進入學生身上 希望他們在這六年裡面可以有所成長 找到自己一片的土地 是可以適合去發揮的 總之進入學院